接上一个视频继续说日本的学生运动 但是呢 日本学生运动和日本共产党的兴起呢 又密不可分 是很有意思的事 在二战和二战以前呢 日本共产党在日本国内基本上被消灭了 那么为什么又兴盛了呢 原因居然是日本战败了 美国人带着现代化的民主自由的观念进入日本 在坐牢的那些老一辈的日本共产党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倒台 绝大部分被释放了 在监狱里面坐了几十年的牢 出来一看 我的天哪 我们的理想就是打倒日本天皇 实现共产主义 没想到打倒天皇被美国人实现了 天皇虽然还在那摆着 但是也没什么权利了 那么美国人愿不愿意帮助日本实现共产主义呢 好像美国是资本主义啊 看来实现共产主义还得我们自己来 所以呢 这帮出狱的老共产党员重新要求共产党合法化 当时日本政局实际上什么事都得听盟军的 特别是美国人 美国人这时候也很随便 反正和苏联也是盟友 你们想让共产党合法 那就合法吧 反正这是你们日本人的事 这些出狱的老党员一看 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合法了 那么要赶紧实现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把日本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放眼当时的形势 很多日本学校呢 开始罢课 有些工人也开始罢工 这不是很好吗 不用我们策划了 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些日本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一成立呢 就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 那时候是1922年 搞各种活动呢 都被当时的日本老百姓举报 因为什么呢 日本共产党一成立 就高举打倒天皇的伟大旗帜 这基本上让所有的日本人都不理解 为了皇帝我们给谁磕头呢 再说我们天皇不仅仅是天皇 他也是神 是所有日本人的信仰 所以日本人不能没有天皇 只要一看见共产党搞活动 就赶紧举报 所以这一次日本共产党成立 两年就倒闭了 1922年成立 24年就解散了 到了26年 再一次成立共产党 这一次呢 不仅仅提出要打倒天皇 也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的 刚领心的政治理想 可是呢 这时候的日本全面向右转 开始实行极右的民族主义 而共产党居然要搞社会主义 还公开的支持合法的社会主义 和劳动导向的政党 绝逐1928年2月的普选 不仅要平等 居然还要自由 这个口号的提出 毫无意外的老百姓是支持的 老百姓尽管也不太懂 但是自由和平等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结果呢 在这次大选中 日本共产党支持的左翼党派就差一票当选 把当时日本政界的右翼吓了一跳 首相平中一一趁手里有权 赶紧打压共产党 以日本共产党违反1925年的 治安维持法为借口 下令大规模的逮捕知名的共产党人 和涉嫌的共产党同情者 也就是说 就算你不是共产党 只要你同情共产党都得坐牢 这个逮捕行动 遍及整个日本 共有1652人被逮捕 这一天是1928年的3月15号 所以也叫315事件 有些首脑被判死刑 绝大多数骨干 一直坐牢到1945年 而美国人把日本打败了 这些脑牌共产党 在美帝国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下 获得了自由 上一个视频说过 这时候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一个女校的校长 贪污萝卜白菜 但是这时候的学生罢课的原因就不一样了 因为在美国人的主导下 要改造日本的教育体制 从教育思想上讲 要求学术自由 政府可以提意见 但是学校可以不听 另一方面 从财政上把国立大学改成中立大学 但是这样的改造也出现了问题 如果是国立大学 所有的教育经费都由中央政府出钱 而中立大学的经费就要由地方政府出资 问题是地方政府没那么多钱 只能提供原来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一 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怎么办 那就只能提高学生的学费了 一下子大学学费提高了两到三倍 你想想看 学生们十年寒窗 一招高考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就只能上大学改变命运 结果学费交不起 那么我们十几年的用心苦度是为了什么 所以呢 很多大学陆续开展了罢课的学生运动 到了1918年6月 113间学校 20多万学生开始罢课抗争 同年9月 日本国内的145间学校 约30万人组织了全日本学生自治总联合 也就是全学联 全面进行抗争 当然与此同时 被释放的老牌日本共产党 一方面争取到了日本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另一方面呢 也积极参与到这场学生运动当中 不仅在学生内大力发展党员 还给学生运动出谋划策 但毕竟日本共产党这时候还是非常弱小 在这场学生运动中起到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这场学生运动的结果 是让日本政府放弃了大学管理法案 和一些相关的政策 在学生运动前后的这段时间 日本共产党到处宣讲 是日本共产党主导的这次学生运动 这次学生运动的胜利 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 也是自由和民主的胜利 当时就有很多参与运动的学生提出了质疑 从四五年上演女校抵制校长贪污学生的大白菜开始 一直到学生运动的胜利 没发现你们共产党做了什么实际的工作 就看到你们在学校到处发展党员 日本共产党就说 你们学生当中有没有共产党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工作不是我们共产党干的呢 虽然说日本目前是美国人说了算 但是你们要知道 美国可是我们日本共产党的大救星 没有美国人 我们怎么会被释放 没有美国人 我们日本共产党 怎么会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 也就是说 你们要知道我们日本共产党可是由美国人支持的 美国人不仅仅是我们日本共产党的大救星 也是我们日本民族的大救星 将来日本一定会在美国人的支持下 和我们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有人就说了 拉倒吧 人家美国可是资本主义 怎么会让你走社会主义道路 日本共产党就说 你们不懂了吧 苏联可是和美国是盟友 苏联可是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美国可是支持苏联的 懂了吗 所以日本的将来一片光明 都用不着革命 而且会狠之而然的走向社会主义 可是呢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 美国和苏联 西日的盟友 关系越来越紧张 逐步形成了互相敌对的状态 美国就开始旗帜鲜明的反共 冷战开始了 后来在1949年7月 日本的教育顾问 伊尔什在新西大学演讲时候 主张日本大学应该要开除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教授 伊尔什之后呢 又到好几个大学做同样的演讲 日本的一部分大学 受到伊尔什的影响呢 和盟军的劝告 开始排除左派思想的教授 当然有些是共产党 有些是支持共产党观点的 不过当时东京大学的校长 坚持保持学术自由 反对排除左派教授 日本的全国大学教授联合 也反对伊尔什的主张 许多大学生呢也拒绝伊尔什到自己的学校演讲 驻日本盟军和日本政府对共产党的思想转变呢 毫无意外的让日本共产党警觉起来 想想20年前的315事件 政府对共产党的压迫 各种苦难 委屈 历历在目 所以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之前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大学合作 建立了很深厚的同志行业 所以日本共产党和日本高校全学年 在1950年5月召开了临时大会 在大会中呢 通过了反伊尔斯 反帝国主义的决议 号召学生们呢 走上街头 抗议盟军的占领 并且成功阻止了盟军反共和清剿共产党的政策 在大学校园内的实行 可是后来朝鲜战争的爆发 驻日本的盟军 开始在日本政府大规模的 开除了共产党有关的国会议员 公务员 企业界人士 劳工组织成员 共产党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结果又引发了全学年的抗争 当时东京大学还发起了 罢科罢考的运动 因为在当时的日本的众议院 日本共产党一共持有39个议员席位 所以日本共产党也有实力 号召日本高校参与新的学生运动 并且号召学生 对于帝国主义开展武装斗争 这就把当时的日本老百姓吓了一跳 日本老百姓毕竟不是学生 过去几十年给日本带来的苦难 不就是搞武装斗争带来的吗 战争中多少人死了 多少家庭破碎了 多少人变残疾了 你们共产党当然不知道 因为你们都在坐牢 要搞武装斗争 日本人绝不答应 所以在后来的1952年大选 日本共产党失去了 所有在众议院的议员席位 要知道 日本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的指导思想下 日本学生运动也会有很多问题 因为什么呢 每个人的家庭财富不同 社会地位不同 那么对是不是应该罢课 就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说一帮学生主张罢课 那么也会有一些学生 并不希望罢课 在同时期的工人运动 也有相同的问题 就是有些工人主张罢工 也有些工人还是希望上班挣钱 那么在日本共产党的指导之下 这些学生运动或者工人运动 就会运用很多抗争技巧 比方说 当时学运组织在罢课时 会派人到车站出口 学校的各个入口 难解不配合的学生 然后呢 把这些不配合的学生 带到学校的食堂集中管理 假设真的有学生突破了难解 到学校上课或者考试 学生运动执行部呢 会到教室直接劝说 或者是设法营造出 让不配合学生 无法专心上课或者考试的环境 就好比在上课的时候呢 在教室外搞大合唱 不过基本上不用报理 另外呢 为了掌握学校和警察的动向 学运组织还让懂通信的学生呢 切听电话 其中种种后勤支持的分工非常细 其实这全部都是日本共产党 和左翼政党的政治抗争的手法 当然 这次学生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52年日本共产党在众议院的全面落选 好了 今天关于日本学生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呢 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你可以在评论区提出你的观点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 下个视频呢 再见